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嘉义酒厂与中华民国国际调酒协会 共同办理竹叶青全国调酒大赛季拖盘比赛 期盼透过这一次活动促进餐饮科系在校学生基本专业能力提升 推广调酒艺术 对同学来说是相当难得的机会 觉得用竹叶青来调困难吗 还蛮困难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味道有点像中药 同学你今天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今天想要用一些水果 像是葡萄莉口酒或是柠檬皮 来把那个中药的 就是有点像中药的味道盖掉 这是同学多年努力之后展现成绩的最好舞台 有一位热爱皮影系的老师黄新武 他在嘉义梅山的大南国小安静分校教皮影系 19年来从没有间断过 让传统的民俗记忆在偏远的山区发芽茁壮 19年的坚持不懈 黄新武以一位皮影系老师的身份 在偏远的梅山安静分校组起戏台 光于影的交织中流传着台湾民俗记忆 黄新武对于皮影系 捏面人以及各种铜腕都有着浓厚的情感 其中皮影系一直都是老师最负热忱 也最有心得的一项传统记忆 安静分校里老师与学生的人情味 深深触动了黄新武的内心 因此他决定要在这块土地扎根 让皮影系成为安静的特色 其实刚到安静的地方很感动 因为它很小 然后可是这边有最丰富的人情味 还有一群很可爱的孩子 即使身在梅山的深山中 所有的资源都比不上大都市的皮影系团 黄新武却带领安静分校的学生 连续11年荣获全国学生创意 偶戏比赛特优奖 很多教授组团上的时候 他很惊觉我们是这么刻苦刻难的 麻雀虽小无障拒拳 这个剧团里头各项编织是拳权的 导演总监一一拒拳 觉得老师很好 很谢谢老师啊 就像我一直跟他们强调 要谨慎而不紧张 但有自信 但不要自大 我们要不断的前进 才能带领安静这块照牌 继续往前走 黄新武教的不只是皮影戏 还有他对人生的态度 也一并传给了生生学子 透过皮影戏团 他将安静分校师生的心 紧紧凝聚 文化的传承靠的是向下扎根 黄新武老师的付出 也让这些孩子 找到了自信与舞台 真的很棒 退博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